春天宁可不吃肉也要多吃这馅的水煎包 不擀皮不发面 出锅细腻喧软 馅香味鲜 一次做一锅都不够吃的 洋环花提前清洗干净 水开倒点油 把洋环花倒进来焯烫30秒 再捞出来头凉挤干水分 倒入鸡蛋碎 韭菜 葱花 调味加盐 松茸馅 五香粉 花椒粉 毛油 最后淋两圈香油 搅拌均匀 馅就调好了 300克面粉加3克发面旺 用它发酵快 面发大了也没有酸味 再加5克猪油 倒入180克温水 揉成光滑的面团 不用饧面 直接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等分的剂子 再把每个剂子按成圆饼状 放上馅料 按照自己喜欢的手法 包成香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摆放到预热的平底锅中 扣盖醒发10分钟 先把底部煎至金黄 倒入没过生胚三分之一的面粉水 后盖开中小火煎13分钟 水分收干即可 打开盖子淋点油 底部更酥脆 撒点白白的黑芝麻和香葱点缀一下 扣上盘子给它倒扣过来 哇 这个冰花太漂亮了 底部焦香酥脆 蟹鲜味又美 越吃越想吃 喜欢就收藏师做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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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